冰川 經過數千連至數萬年才新增的極頂 卻將因全球暖化而在一百年內全數消失 上一集我們來到了南阿爾卑斯山脈庫克山 試著用登山去探索位於山頂的Safet冰川 而這次我們將搭乘上快艇與直升機 直接走在塔斯曼冰川上 將前這個行程一個人一萬五千台幣 換成我們冰川的寶貴 超好玩的 屁屁卡卡屁屁卡卡 剛賣不掉的工程師卡卡 環島一圈找不到業績的業務 我們鼓起勇氣告別了社畜生活 來到遠的要命王國 AKA活地理教室美名的 紐西蘭 當地居民給我了名的很好的意見 蛤?你說什麼? 於是我們收遍了 決定開啟一年的車速挑戰 究竟我們能否成功 或者我們又會被殘酷的現實給擊敗呢? 衝啊!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媽媽媽媽媽 到底還有幾個爸爸 可不可以 往進去 想想就好 我們今天要搭船 去看冰川 塔斯曼冰川 全長29公里 是全紐西蘭最大的冰川 而他的熔冰 形成了這十額湛藍 十額乳白的神奇塔斯曼湖 為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他 我們報名了 Hermitage影室飯店的冰川探索 11點半的第一次 現在已經 11點多了 GoGo 我們現在要去搭巴士 大概經過了10分鐘的車程 20分鐘的步行後 我們來到了湖邊 湖出現了 Danger 今天看起來很灰欸 還有那個冰川鹽粉 他是說冰川下面沖沖下來 然後石頭一直摩擦 就會變成鹽粉 所以才會是這個顏色 你看我們要搭的船在那裡 現在要拿到 領救生衣 去吧 Hello New York Is this like Supreme Yeah of course Steven Lee You got a water today Thank you Beautiful out there Alright guys One two hundred 要準備上船了 剛剛獲得解答了 因為前幾天一直下雨 下雨就會沖穿 那些岩石的鹽粉 所以它的湖面顏色 才會是這麼的灰 我們上次來 可能前幾天天氣也都還不錯 所以就沉澱下來 就可以看到藍色的湖 嗯 那個是船身是大 嗯 它是慢慢的啦 突然加速了 哇 好像在玩什麼 有雞流飯 And then last thing 我覺得你要把這套人手上 Follow the board if I go first swim 這是我們今天的島游哥 它同時擁有駕船 與控制浮兵的能力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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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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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is piece of ice and every piece of ice is come from the glacier Oooh So it's floated almost seven kilometers all the way here right And if the winds change 它 can push it all the way back to where it came WOW So you guys are in good luck today There's a lot of pieces that have moved closer this way 我們的第二塊 FUBING 第二塊 FUBING 它下面是空的感覺 WOW 這塊好漂亮哦 這個,而且它顏色超美 一件事,所有的雪有在一起,是 是它飛的方式,和它穿的方式 你忘記山太厲害了 你看,風霸,這是最大的冰山 就是這座古裡面最大的冰山 純爛一面 都沒蓉耶,好扯喔 你看這好帥喔 而且它上面有很多那個像石頭的那種 它是不是就是那個沙粉,鹽粉 喔 因為我沒有時間清理給你們 應該是 那上面有岩石 剛好在上面 好酷喔 喔,好晃好晃 怎麼開始有那個浪了 岩石洞中間它一直在滴水 在融化,在喵氣什麼 它一直在融化耶 今天太熱了 而且它的紋路是這樣斜的 對不對 它說它如果有石頭崩掉之後 它就會重新把下面90%一些東西上來 然後一些地方再下去 再形成一個新的平衡 真的假的 所以你可能才會看到這種斜斜的紋路 因為它在沉積搞不好是平的 它只是轉了一個方向 喔,因為它要讓它可以平穩的浮在上面 所以它會一直去改變 它要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改變它的形態 現在最期待的就是 那個石頭等一下直接掉下去 然後它就會整個 形成一個新的平衡 它很猛烈 它會大小的 它會在於那裡 它會有很多東西 如果你們想要把整個都提起 它會有很多東西 在於這裏 它會有很多東西 在於這裏 它會有很多東西 在於這裏 在於這裏 就這樣開過去欸 哇 擱淺了 喔 看看有嗎 看喔 啊 回來了 我拿起來手裡快凍掉了 看這個 圓圈 你看 圓圈 這都是90%的 他說這個上面的就是在上面 這個是在下面的 所以这个是10%,这个是90% 你能感觉,它也感觉很不同,对吗? 如果你们想的话,它是很好吃的 它是很好吃的吗? 它是很好吃的 吃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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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绕帅吗? 你会 绕帅英文怎么讲? 呃... 换了吗? 吃配了吗? 嗯... 好 吃饿了 没吃饿了吗? 但是,这是因为我的一样 我吃饿了吗? 我吃饿了每天 我吃饿了每天 你吃饿了每天? 你吃饿了每天? 是你的水よ得吃喝吗? 嗯... 嗯... 水... 我不会喝很多了 但是... 还可以进ne一点 但你可以喝 Craft祖... 不是因为... 不因为有满的蜂子 这是因为... 有是活的蜂蜂 哦! 不因为... 但是... 但是... 因為石頭是石頭的 如果你喝太多的石頭 就會開始增加了 有這個海岸嗎 沒有,也沒有在河岸 只有我們 黑黑的耶,其實它就是石頭啊 對不對 這個有小塊的 這太大了 它真的很漂亮耶 你仔細看它 經營體透 你有看到嗎 有啊有啊 你看,它超級透耶 然後它裡面好多氣泡 對 好多泡泡在裡面 它可能就是裡面有空氣 所以陽光照下來 會有不一樣的顏色 它那個顏色真的太美了吧 晶瑩透亮耶 怎麼那麼綠啊 這瓜菜的冰川是藍色的 藍綠色的 對啊,好藍好綠 而且它是透明透明的耶 它就是冰川 它就是冰川啊 它整個就是冰川啊 好深喔 所以這邊是它的冰川 然後再一次冰川 然後再一次冰川 藍綠色的冰川 在中間是在中間的冰川 那是冰川 哦 因為,再次冰川 藍綠色的冰川 就像冰川 那裡有很長時間 所以在冰川 那裡有冰川 就像冰川 唷 好慘喔 好慘喔 你可以走到冰川 到另一邊的冰川 哇 一年會少150公里 很長 其實很長 一直減少 一直減少 你每次來看到的都不一樣 連這些冰川 全部都不一樣 對 因為它是會融化的嘛 沒有在停止的融化 改變 改變它的形態 而且它是沒辦法再恢復的 對啊 很可惜 它以後還是會繼續改變 我們要跟它拜拜 其實這很酷耶 每個人每次來看到的景象 都是絕對不一樣的 2030年 我們現在要來爬塔斯曼冰川 我們等一下搭直升機上去了 今天雜重本 這個行程一個人 一萬五千台幣 直升機健行 算是觀光行程的頂配了 待會我們將登上了 隨時崩塌 充滿致命裂縫的冰川本人 走吧走吧 快遲到了快遲到了 快遲到了 現在要簽生死狀了 反正我們現在簽的東西 就是任何天災 如果我們掛掉 我們要自己負責 對 然後任何貴重物品不見 我們全部也要自己負責 對 然後如果真的天氣很差 等一下直升機飛不回來 我們可能有機會 要在冰川上住一晚 耶 它還不錯耶 現鑽一晚耶 現在要幹嘛 全部都在等你一個啊 剛剛 有 你一進去他就開始點零了 蛤 然後就說我們有個朋友在廁所 然後就說 我們在套取多久呢 好尷 哇 現在要做一個小簡報 他這邊都有防水衣跟保暖衣可以借 然後還有 太陽眼鏡是必備 然後還有防曬乳可以擦 還有鋪手套耶 他選鞋子了 他給我們鞋子 謝謝 因為等一下要綁冰爪 所以要用他們的鞋子才保護 對 可是我們是穿多鞋來 我很緊張 因為我從來沒有搭過直升機 現在是我第一次搭 上飛機囉 我們要搭黑色的這一台 下飛機前 機長竟然告訴了我一個非常驚悚的消息 所以它在房子裡是400m 對 對 太不可思議了 我們就這樣直接降落在了冰川上面 接著我們向導屎蓋哥哥 會教大家穿好冰爪 並發給我們登山帳 是裝備加駕駛 出發 啊 探險囉 喔 它很危險耶 到處都有洞耶 果然沒讓我失望 馬上迎來的就是冰橋 雨裂縫 太可怕了吧 他說千萬不要跑 我們就是走一直線跟著他走 對 要跟著向導走 因為有些冰耶 你不曉得他到底見不見過 如果你自己亂走就很危險 而且他說那個洞400公尺深耶 如果你不然掉到洞裡面 你就是400公尺的地下 走上冰川之後真的是超級廣闊 看那個冰川是很像波浪這樣子 很不平緩 各種紋路 那落差超大的 嗯 好危險… 我們現在要進入一個深坑 What? 是這個深坑嗎 是那個台北深坑嗎 我們現在走進冰川的夾縫裡面耶 而且導遊怎麼在外面啊 對啊 他抓到外面 SKY我們導遊在外面 然後我竟然放我們自己走進來 喔 欸 出來了耶 其實蠻快的 蠻早的確定 掌聲 好 我看你拍到 我看你很濕耶 我看你 我看你 欸 其實這樣就出來了耶 對啊 它很短 欸 這沒戴太陽眼鏡 完全看不到喔 這戴太陽眼鏡是必須的 真的一定要戴 一定要戴 他說這個縫啊 是因為有水要經過 水從山上要流向大海 然後才會把冰川 開了一個縫 然後給我們走這樣 蛤 你們導遊不見了 蛤 導遊不見了 導遊不見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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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規模最大 也最小 你不要太深了吧 蛤 蛤 蛤 喂喂喂喂 認真走啊 今天我們去冰川旁邊 今天我們站上冰川 上面 他說以前冰川是跟這個瀑布一樣高耶 慢慢融化慢慢融化 對啊 然後現在才變成現在這樣 喔 我們現在走上碎石路了 爬山 爬冰山 我們現在要爬上這些 很像饅頭的山 這蠻陡的耶 對啊 喔 可是它有開鑿出階梯 這一定是它鑿的吧 這一定是它鑿的吧 真的耶 它就是處理腳地 哇 我沒有看到冰洞了 我們要來洞穴探險了 哇 喔 欸 這是個樓梯在哪裡啊 欸 它這個旁邊很藍耶 它好像導遊都有先找好樓梯耶 對 它在這邊變成要重擺 這是水晶 冰晶黃光的感覺耶 你看它這個紋路 超漂亮 超藍耶 這個洞裡面 它很美耶 哇 你看你拍在上面 在上面 喔 哇 上面整是被一個圍繞耶 喔 我等一下就要鑽這個洞出去耶 你先走 好 我先走了 我現在是一個 你先是探險隊隊長 我真的跟著我走 冰洞探險隊隊長 欸 很特別 因為你看 它這裡面原本是冰塊 然後你踩下去它就會變成像爆冰有沒有 剉冰 很漂亮耶 哇 這個超平滑的 很好摸喔 就是冰塊 然後很平 很滑 而且其實我覺得在這裡面沒有感受到特別冷耶 是不是就像那個艾斯基摩的什麼冰屋什麼之類的 它其實反而更保暖 會嗎 不會吧 這個洞都門戶大開 只是因為太興奮了吧 超好玩的 你好像在賣個冰柱 這個冰塊可以直接看透進去 裡面很深耶 不過為什麼這冰塊這麼透耶 好酷喔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的冰晶一層一層的耶 這是我家的窗戶 從頭裡歸窺探 要出動去囉 走走走 來我們家後門看看 大明星 欸你屁股整個濕掉 超像猴子的啦 我剛剛坐那個地板超濕的 超濕的 剛剛應該用外套先把它遮起來 真的很難想像耶 你說真的很難想像嗎 我說真的很難想像 你看守在這一大片的不是雪地是冰川 這個什麼彎 對啊 而且下面四百公尺 然後四百公尺下面竟然有水在流動耶 可以嗎 你看看這邊超漂亮的 離開之前 機長還不忘帶我們去看直升機限定的奇景 還秀了一發操作 哇 哇 妳知道妳的麥克風是大家都聽得到的嗎 那我不叫做我的聲音嗎 對啊 驚奇 啊 好多臉喔 想到超好 哈哈